大家好,我是鲜月 黑豆营养丰富,吃法有很多种 老话说不要一堆,不如吃一碗黑豆 今天就用黑豆来分享一个传统的做法 也是粗泡黑豆最简单详细的做法 首先准备适量的黑豆,提前把坏的剪出来 倒在生水里面 下手给它抓捏一下,提取黑豆上面的脏东西 清洗干净以后重新倒入生水,浸泡一会儿 加入三个小苏打,可以节省泡发的时间 热锅里倒入适量的老陈醋 加入15克黄冰糖,提鲜 开大火把冰糖给它熬化,把醋烧开 烧开一滚就可以滚火了 倒在碗里面,自然的放凉 黑豆浸泡了20分钟左右,已经完全的泡好了 每一粒都鼓起变大,而且吸熟了水分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下手给它抓捏一下黑豆,起掉多余的脏东西 捞在蒸笼里面 平铺给它散开 盖上盖子打火蒸 上汽以后蒸16分钟左右 快速打开盖子,防止水蒸气低落 趁热给它取出来 倒在蒸笼里面 去朋友家借一个吹风机来给它吹一下 把黑豆表皮的水分吹干 大概吹了5分钟左右,黑豆已经完全吹干了 做醋泡黑豆不能保留一点的水分 一定要全部的给它吹干 吹干以后倒在米蜂碗里面 碗一定要是无水无油的 接着把放凉的老陈醋倒进来 加入醋子量呢 一定要没过黑豆一公分才可以 密封起来放在冰箱冷藏5天就可以开吃了 吃的时候用无水无油的勺子 这样可以延缓保持鸡 我们的醋泡黑豆就做好了 醋泡黑豆营养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老人要多吃一点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那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辛苦一下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 这里是新月厨房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